在台湾感染第24例的是一名将近两年都没有出国时的60多岁妇人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针对个案来做疫调 匡列出391名的接触者 不过外界现在非常的担心 这名妇人的接触者恐怕不是只有这些人 因为已妇人出现症状的日期 1月22号往前回推14天 那么就是1月8号 那么当时正好就是台湾的选战打得最火热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选举活动 会不会是在那个时候传染或者是有更多的漏网之余 其实都让人很担心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特别的说明了现在最新的疫调原则 以科学角度不能够保证完全没有其他的感染者 但是如果在潜伏期内有症状 也会依现行的医疗系统揪出来 还没找到感染源的第24例 60多岁妇人 现在又有两名家人确诊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疫调 已经匡列391名接触者 但外界担忧 这名妇人接触过的人恐怕不止这些 因为这名妇人1月22号出现症状 以潜伏期14天来看 往回推是1月8号 正好是选举前造势活动一场接一场 有没有可能是那时候被传染 会不会有更多漏网之余 针对外界疑虑指挥中心特别说明 那1月8号以前在选举 所以很多的大型的活动在展开 那是不是这大型的活动里面 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 可是这些有的话 它的潜伏期有发生的症状 就会在这边被我们就是 匡列到我们的检验的里面去 所以这个我们第一个就是说 那这样讨论不能够无限的放大 或者我们的疫调也不会无限的放大 疫调SOP透过确诊者过去的足迹 以及通联记录 找出所有的接触者 记录他们接触的时间长短 以潜伏期14天为标准 匡列裁减范围 像是暗时走白牌车司机确诊后 疫调找到感染源 是一名浙江台商 指挥中心也随即采验 同株的三名家人 结果都是阴性 同时也追踪白牌车司机的接触者 目前已经有四名家人确诊 他们的接触者当中 大部分都是阴性 只剩下7人代验 第19案相关的对社区的影响 应该是越来越小 而一般医疗院所 采验标准还是依照 有没有国外旅游史或接触史 经营医师来评估判断 或是明显有群聚感染的状况 患者使用抗生素治疗三天 都没有好转 或是医护人员群聚感染 有这些情形才会加以采验 至于患者出院后的情形 指挥中心也坦言 第一例有出现 废性运化的情况 它的电脑断权扫描 看起来还有一点纤维化的变化 那肺功能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SARS期间 许多感染者痊愈后 也留下肺纤维化的问题 不过专家表示 个案才刚出院 休养一段时间后 身体状况应该会更好 接着这个报道